那麼要來關心的是今天上午發生的這個地震強震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一大早的7點58分 相信全台都有感地震搖晃得十分的劇烈 在台東的東部在台灣的東部外海 發生了7點2的地震 那麼地震的深度是15公里 而且全台有感當中你可以看到在花蓮 最大震度就在花蓮有6級以上 至於在台北市有5級 而花蓮的災情十分的嚴重 好 來看到在花蓮的北冰街在這邊 北冰街房屋傾斜一樓之間變了B1在市區的部分 那麼另外可以看到還有就是在花蓮的中山路 中山路這個部分呢 這是一個比較高的一個大樓 在這邊有10層樓高 在花蓮市在這邊 在這邊有10層樓高 造成了現在已經是已經看到整個傾斜 45度傾斜的大樓 那麼景霄也來到現場來救援 救出了十一大一小並且持續要搜救當中 那麼你可以看到花蓮的震度真的十分有改 其實全台都在晃 有多處都傳出了災情 那現在身亡未明 在這邊可以看到有機車直接被壓 那麼住戶是驚險的逃生 還有你可以看到在花蓮的崇德 在地震發生過後呢 都有發生了一些可以看到有這個煙塵的情形 還有就是在畫面上你可以看到龜山島 在宜蘭著名的景點龜山島這邊 那這個龜首的部分呢 也稍微斷了一些些 那麼東北管理處回應 確實有部分的崩落 不過強調在龜首的部分 並沒有全部 並沒有全部的一個斷裂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全台超級大地震 花蓮是7.2的強震 那麼在花蓮的薛源路上 10層樓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住商混合大樓 嚴重的傾斜呈現了45度角 在1樓的店家瞬間就沒了 10多位的民眾受困 那景霄是冒險來攀爬 從青島的大樓當中來進行救援 並且一層一層要來搜索 到底裡頭有沒有受困者 倒了倒了房子倒了歪了歪了房子歪了 紅色大樓大幅度傾斜 枕動成45度角 樓體搖搖欲墜 隨時都有倒塌可能 換個角度看地震瞬間天遙地動 民眾趕緊逃跑 想不到下一秒 房子瞬間塌下來 一樓瞬間沒了 大量嚴懲竄出 路旁車上所有人下的驚慌失措 離開現場 一樓店家書局烘焙房被壓垮 貼片屋頂沒了 大樓外牆磁磚剝落 冷氣機砸落地面 鋼架外漏滿地殘骸 3號早上7點58分 華蓮市發生規模7點2的強震 位在中山路與軒院路口 天王新大樓 這棟十層樓的建築物是鑄山混合 樓上住户多人受困 小房隊員張開救援 爬上梯子 從窗口中分別救出受困民眾 門打不開全部封鎖了 都是全部掉下來 全部防護的全部塌了 即將冒險攀上大樓 陸續救出九大一小 戶中的民眾一列惊恐 雨季油存 即將人員擔心 還有受困民眾 初步救援後在主戶搜索 花蓮多數地區出現災情 雨震忍不斷 花蓮縣長徐哲偉緊急表示 三號停班停課也起 民眾小心 記者劉己嬌 您是剛多月圈 花蓮報導 花蓮呢 發生了瑞士規模7.2的強震 那當中看到這一棟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天王新大樓 嚴重的傾斜 來到了45度 有民眾受困 自強分對小隊長 來說明最新的救援情形 目前這棟大樓倒塌之後 樓上的住戶分別在三樓四樓 八樓九樓有人受困 那我們透過雲梯車 進入受困的位置 因為受困的傾斜太大 然後民眾的受困 也被床部衣櫃壓到 無法動彈 我們透過帶破壞器材 還有特殊隊的人員 進入破門之後 向那個雜物把它清除 人員一一救出 我們分別救出了六位 其中四位是男性 兩位是女性 目前醫師清除 目前裡面還沒有人受困 聽說地下室還有三名 目前還在住戶的人口清查當中 目前有我們的 監禁指揮所在調查 這樣進去搶就會很困難嗎 這傾斜 跟2018年的0206地震 跟這次的地震 跟過去的地震差不多 因為這棟建築物 大概大概六七十度的傾斜 然後在特殊隊人員 在進出的時候 救出的時候 重心都不穩 都會打塌 必須要找個支撐物 確保自己的安全 才有辦法進入裡面 將受困的民眾救出 您看到在花蓮的天望星大樓搶救當中 花蓮縣長徐振衛也到場 現在最新的情形 三根歐卡有98人受傷 帶你來聽 好 各位全國的鄉親大家好 在這裡感謝大家對於花蓮 對今天早上7點58分的7點2級的大地震之後的這個關心 那在這裡跟全國的鄉親報告 目前我們了解的狀況 掌握的狀況有43棟的這個污損的部分 相當相當的嚴重 但是最嚴重的有四棟 也就最嚴重有四棟 那其中其他的三棟的人員 全部都疏散出來 而且都救出來了 那現在剩下的最後一棟 就是我們現在的身後 我正位身後的這個天王星的部分 天王星的部分 從我們的陸陸續續 從六個人五個人到現在 剩下一位在我們天王星裡面 生命的跡象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不斷的在跟他聯絡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他已經下來了 然後之後又上去 可能是要拿他的東西 所以之後就沒有聯絡上 那現在我們不斷的在保持聯繫 或者是在搜尋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對外的交通 無論是蘇花公路 現在目前大清水橋的部分 那個部分已經斷了 所以整個蘇花的部分 無論是公路或鐵路是不通的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第二個是在我們台11線的部分 35K基奇的部分 那邊也是因為山崩 這個有點崩落 土石崩落 所以也把目前台11線 35K的部分把它擋住了 所以南北是不通的 那大家如果要回封兵可以透過台11線 也就是我們光峰公路 光峰公路來走 來行駛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台8線的部分 現在也是不通的 那以目前來的狀況 整體來說 污損非常非常之嚴重 那災損我想這些 無論是在屋內的這些的災損也相當的嚴重 大家都還在 還在這個 因為餘症還相當的多 第三個就是受傷的部分 目前在回報統計上面 有98人受傷 那目前都在我們的慈濟門諾 還有花蓮醫院 那花蓮縣政府也開設了三支電話 可以給我們家人來查詢 您的家人是不是已經在醫院 確定讓您放心 所以花蓮縣政府有開立一個特別的網站 那也有電話在上面 大家都可以這個打電話進來 關心自己的家人 那第三個就是歐卡的部分 有三位山友在德卡倫步道 因為土石的崩落地震實在太大了 所以山區的土石崩落 所以當下這三位就已經被這個崩落的土石給壓到 那已經歐卡 現在兩位已經送到了我們的花蓮醫院 那一位還在露屯當中 那 好 來看到呢 在花蓮市的北冰街 那麼16號一間民宅也是不敵強震 在民宅的部分直接往下沉 原本一樓是早餐店 現在直接變成了B1 屋主非常的驚慌 要孩子們趕快來跳下樓往外逃 大喊驅離 因為花蓮北冰街6號 這棟五層樓民宅遭到7.2強震狂襲 一樓早餐店整層下線變B1 放進去 放進去 裡面還有人嗎 放進去 放進去 那個不要摸那個電線很危險 不要摸電線 那個瓦斯 可以嗎 開早餐店的夫婦倆 屋外狂喊要孩子們快跳下樓 強烈的地震後 余震不斷 家裡大門變形根本無法逃出來 有壓到對不對 這是你們家嗎 對 上面還沒有人 有幾個 有好幾個小孩 從二樓出門了 可以嗎 有沒有人 快點 熱心民眾假如救援 踏上坍塌鐵皮 從二樓窗口將受困的小小孩 給爆出 你怎麼這麼重啊 少吃一點嘛 不要踩玻璃去拉啊 終於抱到孩子爸媽總算送了一口氣 但這棟房屋岌岌可危 已經不在安全 只得趕緊逃離 這張正名採聲 採訪報導 好 看到呢 蕭曜早上 今天早上7點58分 強震來襲 在東台灣花蓮重得 整片山壁崩落 山腳下瞬間遭吞噬 大片的煙塵瀰漫 那麼大清水隧道前 道路更是塌陷 直接消失了 土石業埋了台九線多錯路段 巨石砸到了鐵軌 還壓爛了車輛 現在就連龜山島 都出現驚人的山崩 啊 蕭曜 你看啊 花蓮重得山壁整片土石崩落 大片煙塵瀰漫 山腳下瞬間被吞噬 民眾直擊 精神尖叫 哎呦 後面的山 好搞不 3號早上發生規模7點2強震 花蓮收當其衝 重得沿路山壁 土石坍塌 民眾全嚇到衝出家門 恐怖瞬間全曝光 而從海上看更驚悚 整片山體直接坍塌入海 煙塵一路從山上延伸到山腳 再崩入海裡 瞬間海面煙霧瀰漫 宛如災難現場 而空拍畫面更驚悚 只見土石一秒覆蓋道路 伴隨陣陣煙塵 甚至有巨石直接砸落貨車鐵軌 整顆躺在軌道上 道路被大大小小落石掩埋 整條都被吃掉 但山崩還在持續 台九線蘇花公路全線中段封閉 置出不進 有民眾行駛到大清水隧道前 經見整條路直接掉下去消失 甚至有多輛大貨車經過 直接被落石砸中 車頭被壓爛 一名駕駛全身嗜血 當場刀出車外 周遭隧道也被落石狂砸 許多車輛受困裡頭 台九線中段災情不斷 傷亡仍然不明 另外宜蘭也有驚人畫面 龜山島的龜兽狂冒煙 山壁崩塌滾滾沙塵 不斷扬起 巨大石塊落下 框見水花 嚇壞船上的民眾 只呼龜兽斷了 偷的部分少了一大截 不過東北管理處回應 龜兽沒有斷 是部分崩落 只是依照地牛翻身 東台灣從山上到海裡 災情連連 記者劉吉娇 林醫生 姚立強 紅玉蘭花蓮 伊蘭報道 好 來看到 在花蓮的天王星大樓 在花蓮今天上午呢 發生瑞士規模7.2的強震 造成了花蓮的兩棟房屋傾斜 當中天王星大樓 這倒塌的恐怖一瞬間也曝光 有行車記錄器拍下 當時劇烈搖晃成土飛揚 畫面上紅色的建築物 就是天王星大樓 瞬間往旁邊來傾斜 而在地面上呢 也是有大量的煙塵 再看到這是今天早上 在這個7點58分 花蓮發生了強震之後 在這一棟紅色的天王星大樓 你可以看到 就直直的往旁邊傾斜了45度角 在倒塌的瞬間 那麼稍早 花蓮縣縣長徐仲偉表示 在目前花蓮的這個天王星大樓 還有一位民眾在等待救援當中 再來看到是在花蓮的明里路 大樓外牆大面積的軍列 大樓內部呢被鎮成了廢墟 還有刺激醫院 在院內天花板有多處的坍塌 成了水連洞 嚇壞了所有人 另外在花蓮旅中 也有磚瓦式大面積的碎裂 冷氣式的外積 掛在高樓 更是搖搖欲墜 花蓮市明里路 一棟大樓遭強震狂襲 外牆軍列 進到樓內更恐怖 來 小心喔 牆面樓道大面積軍列 水泥塊炸裂四散滿地 電梯停止運作 鋼琴兜漏 彷彿廢墟殘骸 住戶狂逃出樓 直戶不敢住了 也不敢待 就怕余震再來 震動樓都會坍塌 大水狂蟹 盆炸走到天花板多處坍塌 花蓮慈激醫院院內殘礦曝光 一票人員無助狂逃 衝出醫院在空曠處發抖 柱子牆面 水泥大面積剝落 呈現塊狀柵狀墜滿地 牆外是外積高掛 岌岌可危就快掉落 花蓮女中校區餐況也曝光了 花蓮女中校區餐況也曝光了 花蓮女中校區餐廣也曝光了 很多地方都垮 牆壁整個睡覺 一樓的大部分的鋼筋 都嚴重地揉落 現在已經確定會是微樓 未來拆除的可能性最大 花蓮余震不斷 災情持續傳出 提醒民眾千萬要注意安全 只有張正銘彩山才能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自家には鬼體健康的財務 擁抱 有額外的颱項 對電視提供的開機 有額外的留意 Pourco